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创制作 说到日系车 大家的第一感想是什么 很多人觉得日系车轻飘飘的不太牢靠 但是基于超级省油的特性和超高的保值率 一直是市场上主力品牌 丰田卡罗拉是很多人梦想拥有的车型 可是这款车隔音效果和面包车差不多 简正硬如铁板 凭什么月月还能卖出两万台 丰田卡罗拉在造型上还是十分亮眼的 符合大众审美 前端带有弧度的进气格山 一直延续至车灯位置 二者融为一体是卡罗拉很有辨识度的设计 车身腰线很平直 这款车俯充感强烈 运动特性十分明显 卡罗拉另一个受人喜欢的点是在内部空间上 轴距达到了2700毫米 在同级别车型里是王者地位 很难有A级车能坐到这个空间感 坐在后排膝盖与座椅距离至少也有两圈 并且把后排中间的凸起部位去掉了 这实在是太贴心的设计 坐在中间的乘客就不会觉得较酸 但这款车硬件配置真心不怎么样 有些车还没有ESP 但是销量居高不下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是基于日系车质量来说 口碑摆在那 这就是最好的说服力 丰田的保值率很高 开了几年的车定期保养 样子还是不会发生变化 这就是靠时间说话 现在很多车只能前两年开着还行 后面就一直走下坡路 丰田卡罗拉能维持在一条线上 即使是作为二手车卖 价格也是很可观的 让人不得不佩服 其次是油耗的问题 现在人们买车都会选用经济实惠车型 毕竟买个油老虎真的够呛 卡罗拉搭载自然吸气的发动机 油耗能这么低 这就是技术 最后是前面提到的空间优势 非常对国人胃口 销炼能如此惊人 也是情理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